你是不是警服穿腻了 没穿腻啊 叔叔 我今天表现还可以吧 你费什么话啊 还插上你摇了手打的 你今天穿着警服 在大马路上 跟老百姓推推桑桑的 都上同城等搜我 你吃着马 你能的呀李大远 你能的呀李大远 这点事我能处理好 放什么屁啊你啊 你怎么处理好你啊 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点私事 你一穿着警服就是狗事 不是 师父 咱说话不能这么绝对吧 你长能耐的啊 行 那你教教我 怎么说 咱说话得讲道理啊 行 讲道理是吧 好 那我就跟你讲道理 于公 我是你师父 对不对 于私 师徒如父子 我就是你爸 于公于私 你都没有理由瞒着我 对不对 你不是还讲道理吗 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你妈没有教过你妈 你爸没有教过你妈 还给我讲道理 你说话呀 行 师父 您要这么说的话 我今天还真的 什么都不说了 你混蛋 你爸对我混蛋 我爸也混蛋 行 行李大梅 你这个童鸡我带不了了 你挨他谁叫谁去 李大梅 你给我滚上来 说 那个人是谁 怎么回事 我把你 所长 我把你 这什么情况啊 这分局 分局来电话问 网上的舆情是怎么回事呢 婷婷 婷婷 你当时以前啊 你那么招摇 你招摇你到底为了什么 怎么回事吧 我说了跟所里没关系 还说 我都被你这个将领 我要气死了吧 分局都过分了 你还骂得住吗 李大梅 你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公安局 这是派出所 还有什么什么出来的 没有抱侥幸心理 再说我也没犯法啊 你没犯法 你危机了 你还想不想穿这身警服了 所长 真是死事 危机分六种 警告 急过 急大过 降级 撤职 开除 你想选哪种 去去去去去去 自己找个小鹿反省去 别在我这儿处着了 滚 去吧 这个事情已经弄清楚了 李大梅还在楼下关着呢 要不然 咱这个大头先回去吧 那时候也不走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 这个大头了 你不是挺嫌弃他的吗 不是 我是不是想让他早点回去 跟他爸道个歉是吧 因为 余青都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 就这么简单说 那是他爸 你不把事情的来龙训问 前因后果调查清楚了 你怎么交代的过去啊 那您说还怎么办 怎么办 我告诉你 这事大了 局长都来电话了 处理不好 就让他脱警服 脱警服 这不至于吧 这多大点事啊 不至于 你说不至于就不至于啊 什么叫我说啊 所长 当初李大梅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说 我不要这个大头 那是谁硬贼我的 我就说这孩子爱逞能 招人烦 爱出风的不靠谱 不招人待机 当他的这师父 那我还觉得倒了大名了呢 不过咱们 看人是不是要看本质 这孩子本质是个好孩子 惹出这个事 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嘛 我能不知道他是有原因的吗 是是 您是领导 您当然知道 但是 但是到具体是为什么 那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说 谁都没点秘密 只要是不害人 谁要无妨 不害人就无妨啊 事情已经闹得这么严重了 不是所有的事 是整个公安局的事 不是所有的事 不是所有的事 他代表的警察呈现了 你怎么知道 警长 警长 别 别争了 都别争了 我看都是累糊涂了 其实时间太晚了 走吧 都回去吧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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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所长会有办法的啊 得给点时间嘛 快回吧 走 走 走 这都没人 来 坐 咱去那边 你那事都解决了 让领导给骂了一顿 行 三千字就检查 现在等待局里的处理意见 原来我是真佩服你这心态 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这是从小锻炼的结果 我们沈月老师就说 我这是不靠谱的另一边 补给你事 就一个的福 对了 夏节已经搬到我那儿住了啊 你也尽快认识 到时候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快跟我说 谢谢 谢我干什么呀 就这事儿我还得谢谢你呢 谢什么呀 事儿能过去就行 老是这么容易过去啊 你知道我事不上干啥吗 让我住民的 能够一步选走 我跟你说这就是故事的 嘛 好 叔 这怎么了胃口不好啊 吃这么点 您那枸杞今儿泡得不够深啊 你是不是那堆案卷 都处理完了是吗 我那还有呢 行啊 今儿不板着臭脸了 我说她呢 我说她呢 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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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 你没老不存 我有什么没老不存的 你打我 你什么玩意儿 你打我 你们看看她把我打成什么样子了 我没好平的 你敢打我 我就把孙子都比你大 行了行了 别吵了 大爷你说话注意点 我有什么可注意的 他打我我还注意 行了行了行了 别查了啊 到底怎么回事 谁跟我说说 我说 这娘们儿把我给打了 我快不行了 赶紧把我送医院 哎呦 哎呦 我活不了了 哎呦 哎呦 我活不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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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顾老人不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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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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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因为老流氓吗 胡说什么呢你 对对对 话不能这么说 这老人哪 咱惹不起啊 师傅 这事摆明是那老头挑战在先 而且是在行进的公交车上 这都涉嫌危害公共安全了 咱调解什么呀 赶紧居了吧 刘大伟 你刚老是两天啊 猴儿屁股又坐不住了 逞腾是吗 我老说嘛 再说这说暗停 那跟猴儿屁股什么关系啊 警校的时候 正安过来的处罚法 没学过呀 学了呀 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怎么规定呢 对于七十周岁以上的 就不能再形成拘留了 亏你小的还记得 那照您这么说 咱那些老坏人都没办法了 什么叫照我说呀 那是处罚条例说的啊 刚才那个监控录像 您也看了 看了 那女称可也动手了 把老头的脸都给挠破了 那是正当防卫 什么叫正当防卫啊 严格意识说 那叫护殴知道吗 那照您这么说 真要鞠的话 还得鞠那女的 那怎么着 你看那老头 都有七十多了 要鞠 那只得又鞠那女的 这也太不公平了 老人是需要照顾 妇女儿童也得保护 行了 别说那也没用的 一会儿啊 你去了解一下 老头具体的年龄 我去跟那个女乘客 做做的工作 今天还年轻 想道理好说点 老头今年七十一了 她拿老年车冲的车 老年车上有年龄 行 那您也甭去 跟我一块儿找那女乘客去 别急 没关系啊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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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看我 咱还是怎么了 他刚才在长大叔 你慢慢说 大叔 你先别急 您孩子几岁 我登记一下 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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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过敏症状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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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明显的症状吗 没有 没有 都没有 你快看看 那怎么了 你先放心 你先别着急 你有带救诊卡吗 没有 没有 大叔 大叔 你让这家门跑了啊 你让他跑了啊 你让他跑了啊 他就花钱给我看病 大爷 您都病了 不行 不行 这老头怎么也跟来了 我看他装病了吧 就你送人 带他出来 查 当然查上来就知道 我说的是对的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小刘在他们前面说 好好好 多谢 多谢 这边走 您走前面 这边走 来来来来 我这边走 好 就是这边 对 好 你再进来 好嘞 大夫 大夫 你开环子餐了怎么啦 好 去那边说吧 警官 病人家属到了吗 已经打电话通知了 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 没检查出老人家有什么问题 这血压 血脂 血糖 都很正常 这心脑血管也没有什么问题 行 您辛苦 应该的 检查不出 是不是要转个更大的医院 再检查一下 等家属来了再说吧 真是林泽大了 什么鸟都有 什么意思 什么缘分啊 在这儿都能遇上 那喂 陈警官 建军 你们也在这儿呢 怎么了 还别提了 当时晕厥了 你跟你师傅 我看还行啊 没事了 不然怎么样吧 就当普通同事呗 我觉得这样可不行啊 你应该主动找他聊聊 缓和一下关系 我又没做错 这就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 你这人怎么能轴呢 再说了 他带你也是教你 这怎么能是普通同事呢 是不是觉得我说得特有道理 你这是什么案子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坏老头 闻发的惨案 这种事很麻烦 又得照顾他们的身体 又得照顾他们的情绪 我这边是 有老有小 还有妇女 一样 有老有小有妇女 在家女的老公 你赢了 情况比我这儿复杂 不是 李大伟 不是说你没去家属了吗 这么晚还翻上手机了 不是 是不是你能不能 别对我这么大偏见啊 对你还用偏见吗 是不是这样的 咱这老头呢 他没带身份证 咱们就知道一名字 叫王建国 那又怎么了 您知道咱警部通常 全国有多少个王建国吗 你不会排查啊 那您知道 这七十岁以上的王建国 又有多少个 你说那么多废话干吗 说重点 行行行 说重点 经过我的运算跟排查 我刚刚锁定了十六个派出所 我分别给他们把 王建国的照片都发过去了 囤后装派出所 刚刚回电话了 接 接着说啊 说有点像 但是不能确认 一个呢 是因为户籍上照片太小 还有一个 咱们这王建国 照片上闭着眼的 你就不能拍张睁着眼的吗 那我也得先让人睁眼啊 还没醒呢 叔叔 你说呢 叔 那边所里说了 咱们这王建国跟他们那个 恐怕对不上 他们那王建国属于被佳人弃养了 没人管 排出所调停好几次了 老头处于半流浪半独居的状态 还在一起 你还在一起 还在一起 那帮忙 你等着 老头处于她 特急了 我化前治病 大爷 您这病跟人家周女士 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没关系 我这病就是她给打出来的 人家医生说了 您这是肝硬化 得了有几年了 人家周女士抓了您的脸 又没抓您的肝 我不管 她要不打我 我能跑这儿来 大爷 您别激动 现在激动 对您这身体不好 我们来啊 主要想了解一下 怎么跟您的家人联系上 我没有家人 您跟这个王建国的 这个适时父子关系 这 这个是没法改的 我跟王建国断绝父子关系 亲自怀疑 王先生做人要讲良心的 您不能亲人一得了绝症 您就六亲不认啊 您说什么 这有意思啊 是是是是 你信老头的话是吧 那我就是没良心 王先生我们确实不应该 评论你们家的谁对谁错 其实家的几点事 哪有谁对谁错 都是意思的 这些沉沉不烂骨子的事 对吧 不过你看 这个话要说回来了 他毕竟是您的父亲 是吧 现在老爷子 赶也化住院了 作为儿子 那您就是有义务 就在进行山崖 把这黑字写上呢吧 断绝了父子关系 我妈跟他的离婚桌 在法院家着呢 他不签字 他不去拿那儿 是他的事 而且我跟你们说 他的事我不想听 我也不想管 他随便怎么说我都行 不养老人 没良心 丧尽天良 都行啊 无所谓 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不在乎 而且我话给你放到这儿 对那个老东西 就应该丧尽天良 对 这过了 这过了 这都是一些企计划 王先生 其实他就是那 十恶不赦 咱们毕竟是亲生父子 行了 别给我讲道理 没什么意思 说我不尽善养义务是吧 行了 我就是不尽善养义务 怎么了 怎么着 要抓我是吗 不是 其实父子之间 有这个矛盾呢 咱们通过可以协商 可以解决的嘛 是吧 目前的情况是 你看 这老爷子还在医院住着呢 行了 行了 你们走吧 不走是吗 不走我回 不要再敲我家门了 我家少年老 夏又小 再敲门投诉你们老民 王先生 王先生 师傅 我觉得吧 他这爹确实有点问题 谁没问题 你没问题 有问题就不管死活是吗 天下的爹都招谁惹谁了 我这 行 师傅 您就把我当出去走 都说做好事又好吗 我这怎么搬起吃了 我擦自己脚呢 赵俊伟 地震了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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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俊伟 老叔 你也没睡啊 你也没睡啊 他那呼噜打成这样 我那屋里边的床都在抖 我 我从老睡 他这练的什么功啊 呼噜能打成这样 赵俊伟 你替我洗个洗身 赵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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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他 赵俊伟 你也在穴 你也在穴 赵俊伟 醒醒 赵俊伟 中眼了 赵俊伟 我求你能不能 别再打呼噜了 我去 起来 这都不行 俊伟 他俊伟 他俊伟 你给我休息 这不像 俊伟 俊伟 人你弄进来的 你必须负责 我怎么负责呀 你就把他弄到你屋里边去 把门堵上 把窗堵上 你说这 不 我听了 你看他那样 多久没睡踏实觉了 所以才打呼噜打成这样的 你就让他在你屋里 好好休息几天不就行了吗 就好了 杨叔 杨叔 你得帮我 我睡了 他这不醒了吗 师傅 还要跟你说啊 你今天主要任务就是陪护 照顾好完整工夫 亲生儿子不管 咱们管 这亲儿子要得管的话 还想咱们管什么呀 我这不想说你 你还看不出来吗 他儿子跟他结怨那么深 你以为上班人 做两次思想工作就能解决的 我给你上班 你 我给你上班 我给你上班 我跟你说呀 看紧紧点 老头现在 就会在床上拉屎杂尿 不是 师傅 这活我可干不了 我自个儿亲戒 我还没伺候呢 你亲戒早晚也要 你怎么伺候着 知道你免费练练手 问题没解决之前 您在这儿盯着啊 哪儿也不许去 你还跟着我干吗 还回去吗 这还砸我手里了 但是你说你打人的时候好好的 怎么这会儿大吼便失禁了呢 服务师 服务师 有事啊 老人来床上了 你赶紧派人帮我们清理一下吧 警察同志 你也看见了 现在就我一个人 不能只照顾他一个患者吧 叫他家人来吧 我还老爷呢 放个身 踩上去 这边都好给他擦擦 这个王剑官合作了就打老婆 已经很多年了 这个老太太 一只耳朵都被他打了一样 这种人 所该没人管他 有人管啊 所里管啊 这个所长让大家给他捐钱呢 你师父捐了五百 但所长不让他捐那么多 你师父说这是他的案子 没处理好 他就应该捐这么多 捐什么钱啊 人家子生怎么也不就完了吗 还捐钱呢 你也没捐吗 我还捐了五十呢 张杰伯我跟你说啊 我经过今天这一天 又看了你查的这些东西 我特别能理解他儿子为什么不出现 为什么不过来照顾他 我要是他 我也不过来 凭什么当年年轻的时候想干什么干什么 到老了 弱迫了 就逼着自己孩子伺候他 没这个道理 行了 这 贾贾越本难年难轻 那个 你做吧 我替你 你回去洗个澡 换个衣服 你替我干什么呀 这事跟你没关系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跟你有关系就跟我有关系 再 再说了 我就捐了五十块钱 这我也没钱 但是我有力气啊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再呢 我爷爷走的时候 在床上瘫了两年 那都是我一个人伺候的 这对吧 你 你别跟我这儿 弄这些感人的东西 大 大伯 你把你的房间给我睡 还变着份地帮我少房租 是吗 都在这儿呢 我上个警校这么多年 没交到几个好朋友 我真没想到 到咱们所里 碰见你跟大叔了 我不听 不听 不听 我不喜欢听这些 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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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跟你睡 不是 你书房以后 在那儿轮着睡 行了吗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我叫 跟我保持一米安全距离 谢谢 行 一米 给你 我得给我师傅打个电话 告诉他这事 我其实非常能理解你 我查了你报警的记录 我查了你报警的记录 我知道你爸对你妈做了一些混蛋事 这种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都跟您一样 是 可是现在没办法 您爸爸已经肝硬化了 您要是救他 他还能活 您不救他 走吧 那活该啊 按理说 我 我一个穿制服的 是不允许跟您说下回些话的 但我真的特别能够理解您 因为我爸爸也是个混蛋 打小自我记事起 他跟我妈那儿没有一句实话 把我妈骗了 那日子过得都不叫日子 对 幸云我妈心大了 寒心如虎把我再大了 哥一般人根本就挺不过去 啊 最关键的是 这老东西的事儿还没完没了了 就前一阵 我差点又因为我父亲惹的事儿 把警服给拖了 这些话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 之前所里边 局里边 近乎审讯似的问我 我也没说过 我为什么今天在这儿跟您说 我特别想让您知道 我真的能理解您的感受 要不是因为职责所在 我根本就不会来劝您 就算我现在来劝您 也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您要是不听劝的话 我能理解 儿子 你怎么回来了 他那什么呀 你这老不成型的 还是你明智 多包着饺子 我煮饺子 儿子 你先吃这个 行吧 您带这个真好看 是吧 您先吃 我就是附近 长小过来看一眼 我洗手去 你洗手啊 好好 李隐生 你这麻烦什么呢 你没听你儿子说 回来看你 你谢谢殷勤哪 我这不是猪脚子呢 妈 我是来看您的 我不是来看他的 那孩子 那台阶都不下 来 那抽策房怎么样 住台舒服吗 对了 那我发工资了 我把房租给您转过去 你敢 不用不用啊 干什么乱想 不是 妈 我把那房子跟别人分租了 现在租金我们来平摊 我没那么大压力 我这不是想 给您也减轻一下压力吗 你怎么这么多事啊你现在 太好了 那以后你就常回家看看 常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来啦 来 尝尝 你这假不假事 跟着演什么呢 我说话呢你 刚夸你怎么怎么就 开始犯魂了 明明的心里有这家 你们非说话那么难听啊 随他 他年轻时跟你现在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行了 别说儿子了 快吃吧 吃吧 尝尝吧 尝尝 怎么样 像你爸货的 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等等啊 忘了个事 马上啊 怎么了 这是神神秘秘的 得有这个 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小米辣椒 有小米 没事 没事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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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剪身上吧 没 来 忘了 忘了 我妈 我宿里还有点事 我不吃了 你还没吃什么呢 你在呢 你也在 我看屋里没人了 你穿了太高气 我也是啊 那咱俩谁背离谁 你也别跟我说什么 恶想啊 理论啊 这人什么脾气啊 这人什么脾气啊 杨树 你什么情况 我也没想招你 没想惹你 你也不用真生气吧 出来 咱俩玩两局 你也不认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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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教和刘教纠纷案的这个事 让我有了很复杂的感受 你知道吗 就因为这个案子 我跟我那师父 又闹矛盾 跟我说 并非所有事情都是非非即白的 对与错也都是相对的 这些道理我以前就知道了 只不过亲身经历之后 体验完全不一样的 说实话 在我看来 你师父说得挺对的 我肯定不做出事 你一定是想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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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recogniz 当你准备账战的 我肯定是昨天 杭浪补衫红铁的后 你俩这是什么啊 跟谁交劲呢 瞎说什么呢 我能跟谁交劲 这段时间我越来越觉得 我在所里就像个异类 完全融入不了 试图关系紧张 同事之间形同陌路 大家看我都好像有一种 反正就快要走了的感觉 很疏远 我不也一样 所里都当我是特殊 需要保护 你呀 你还说我瞎说呢 你们俩这叫什么呀 矫情 庸人自扰知道吗 我情商也不低嘛 我平时也挺好相处的啊 从小到大我挺受欢迎的呀 可是从到了这儿 我觉得 很孤单 服了 你们俩这叫什么呀 第一 你们就是因为之前过得太顺了 第二 想太多 反眉发生的事情在脑子里先过一遍 好 然后等真发生了 再来检验自己之前想的对不对 活得累不累啊 像我这种学渣呀 从小到大被人打击都打击惯了 打击了十几年了都麻木了 这就叫抗打击麻木症 不兵了 这想那么多干什么呀 做就完了 行 你们慢慢想吧 我还忙先回去了 好